歡迎收看小熊老師培寧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其實已經來到這個 立體圖形的後面後半部分了 我們來看看 也是一個立體圖形的這個 部分的知識就是把一個 核狀的東西展開來 那展開一個長方體展開圖如下 那就是說這個這也是會考 就是大考會考的一個方向 你會發現其實都考蠻簡單的 而且都是在 國小就可能看到過的那 其實就是為了確定說你有這樣子的能力啦 你有這樣子能力 如果我把這個長方體拼回去A點會跟哪幾點結合 那這個 其實因為蠻簡單的所以應該可以自己做做看吧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下面是為了說那F點會跟哪幾點結合所以拼回去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就是這個這個地方 折過來或折過來 B跟C是在一起的啦 然後 就是這個 D1和A D1 D1和A是在一起的 所以 幫你們答對 那這個因為我沒有動畫可以展示 所以抱歉 那 感興趣的話自己可以把它撿起來自己平平看 那這個 他說那F點呢 一樣你就是折過去 那我們在這裡只是 舉例讓大家看看說 會問這樣的問題啦 那 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話那就是我說你把它撿起來平平看 那其實你如果試著把想像這裡會折上去嘛因為盒子大家都折過來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不難發現其實I點會跟F在一起 這一點好這一點會跑去 下面了就是他折上來之後 翻 翻上來然後翻過來的時候F是在 上方就F會 F會跟 這一點是一條線的 I這條是一條線的 然後E跟J會去碰A跟這個 E會碰到他 J會碰到他 那F是碰到I 不是碰到J 大家自己想像 好那然後來看到這個就是我說的會考愛考的問題啦就是 那個鑄體體積的問題因為追體體積他不能考因為追體體積 這個 他的計算的公式沒有辦法用我們學過的數學去證明 那 你說他可不可以給你一個公式要你自己就背 那然後他就叫你算 以前有可能但是現在的課綱就不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沒有辦法帶你推導去理解為什麼是這樣子的話他就 不放進課綱裡面所以在 這個立體圖形 立體的都集合裡面好那 你會看到就是鑄體體積 那問題是只考鑄體體積又太簡單 所以喜歡把鑄體體積跟相似形的東西一起考 那 先來看像這樣子的問題 他說有一個三角柱 裝了水 這個底下是水上面有一塊空的地方 然後說這個三角樹的 三角形這邊的三邊是345 5我寫這裡 345 然後水裝到這裡的時候呢 水高是2 所以這裡是2 然後把它翻過來之後問你 這個時候水高是多少 那這種題目就是很多會考的比較有一點難度的題目都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老老實實的把數字都算出來 會有答案就久一點也就是說你現在知道 你現在 這個鑄體體積雖然是降力的可是你應該了解到這裡可以視為底面積T形 它是一個T形的鑄體 那所以你把T形面積算出來 那你說T形面積怎麼算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那上底是多少 就我說相似形 相似形 所以你可以求到上底 那求到上底之後呢 這是鑄體的體積求出來之後 再用新的 這裡又有一個新的T形 然後它的高 會跟它一樣 再去除 就你把整個體積算出來 那又或者你不需要把整個體積算出來 我們只要算出它的面積就好了 那麼 有一些東西還是得算 比如說像剛才說 這個T形的面積會是多少 但是我們不需要像我剛才那樣子講說什麼 上底什麼全部都求出來 你只要理解到它是一個相似形 那這個相似形 我們不需要把這個 這個球出來去算T形面積啦 我只要知道怎麼樣 他這個像相似形這裡跟這裡相似 那邊長比是1比3 所以面積比會是1比9 那換句話說呢 這一塊呢 因為整個三角形ABC ABC 的面積是 3乘以4除以2 三角形ABC的面積是6 那所以這一塊 我們剛剛講小的跟大的的面積比1比9 剩下的這塊是8 所以它是6乘以9分之8 所以是這個 三分之16 三分之16 那這是這塊T形的面積 可以嗎 所以它是這個6的9分之8倍 所以是三分之16 那麼當它翻過來的時候 假如說我這裡是L啦 假如說這個FC是L 那我把它翻過來的時候它這條仍然是L 所以其實不難想像 就是這一塊 你最後水的體積一樣啊 所以這一塊的面積仍然要會是 3分之16 這樣才合理嘛 對不對 這這塊仍然要會是3分之16 好那現在的問題就說那這個高是多少 那其實我剛才這個3分之16也不一定就要算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 3分之16是整個面積的9分之8 換句話說現在呢這個呢仍然是 仍然是 因為我這個上海形仍然是ABC喔 它倒下來之後A在這裡 A在這裡 B在上面 C在這邊嘛 A這邊比較 A這邊會比較短 所以A B邊比較短 所以我們 圖調整一下 但也就是說我 把它翻過來的時候這個底面是一樣的底面嘛 高也一樣高 所以你同樣體積的水除以高你這塊T型要跟這塊T型一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那麼其實既然一樣的話因為你整個還是ABC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依然依然是 依然是9分之8個ABC嘛 那就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現在呢 這個三角形和上面這個空的ABC和上面這個白的三角形 仍然是相似形 而且仍然是 2比1 那在知道他仍然是2比1之後他問你現在高多少 那你想說那高還是2比1啊那高是不是仍然是2呢 不是因為剛才的 BC邊剛好是高嘛 現在的BC 剛才AB邊剛好是高 現在AB邊跑來側邊了 那所以他現在高是多少呢 你看很多東西如果我們 平時有稍微留意的話我們之前有講345 這個三角形的高是2.5啊 就是這個5分之2.4號就是5分之12嘛 那因為他是像是三角形的上面這個三角形 上面這個三角形跟整個三角形的邊長比是1比3 面積比是1比9 那所以說 他的高的比也會是1比3 因為是像是三角形特殊的線段的比例都會成固定比例 好 所以BH是 5分之12 好那中間這個點X好那 所水題目問的水高 XH呢就會是5分之12的3分之2啦 所以是5分之8 那這就答案了 好 可以嗎 那我們很快的再來說明一次好這題是曾經的會考題喔 也會忘了他是機車還是會考 那就是大考升學考的考題喔 他其實你可以很複雜算 就是說但是比較好想就是我把整個體積求出來 我先求這一邊 再求這個面積 再求這個高這個高知道 這個高是10 這個高是10 所以我們也不用寫L 就寫10 那我把整個體積求出來之後 過來這裡這個體積的 這個水的體積是不變的 水體積不變嘛 水體積是不會變的 那所以翻過來就水的體積不變 結果呢 高又仍然是10 那代表這個 這個柱體的體面 底面積就這個T形 的面積仍然要跟他一樣 仍然要跟他一樣的情況下呢 那你就可以去算他的 你還是可以去把 用面積然後上底下底去比 比較出來 那 實際上就是我們不用這樣算 不用這樣算 這一體設計出來 其實也是希望大家能夠找到 用比例的方式 相似形去比 也就是說我在這邊的這個T形呢 他在 1比 3的這個邊長 那上面這塊小的跟整個大的是 面積比是1比9 所以下面這塊是整個面積的 這個九分之八 九分之八 那九分之八的話 翻過來 因為他一樣的高一樣的體積 所以這一塊仍然會是ABC的九分之八 所以上面這塊擺的仍然會是 ABC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的邊長比 依舊是1比 3 整個是3的話 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時候來去想 看看 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T形的現在高到底是多少 那你就要知道整個三角形的 原本的高 原本的高是 2.4 就是五分之十二 那 上面的是三分之一 所以下面是三分之二 所以算出來是五分之八 可以嗎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ABCD的邊上 有一點P 他說如果 D點 ABCD的邊上有一點P 然後外面有某一點Q 如果Q點剛好 D點剛好會變成是 APQ的重心 那問你三角形 APQ和整個平行四邊形ABCD 面積比會多少 那這題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啦 他其實要講的就是這一點 因為 D為 APQ的重心 所以 APQ的面積就會是 3倍的三角形AAPD 重心的話 重心的話 我們說他把那個面積切六份 那 題目裡面畫的這個D點連到兩頂點其實是佔兩份 可以嗎 所以APQ是三倍的APD 那整個平行四邊形面積我們之前有教過這個道理就是平行四邊形如果 一邊畫一點這樣畫過來 這一塊三角形是底層高除了整個平行四邊形是底層高 不用除了 好他們有同樣的底 有同樣的高 所以呢 又好 ABCD呢 是兩倍的 APD 所以 那麼答案就很明顯了 所以他的面積比是3比2 那麼來看另外一題這個也是曾經的會考題喔 他說我現在有一個圓形水桶甲高20公分 裡面呢有一個圓柱體乙 高30公分 然後說甲乙的底面的半徑比是2比1 好那他說把椅放在甲裡面再裝水 裝水到高12公分為止 這個時候如果把椅抽出來甲桶內的水高會變多少 那這題其實跟剛才那一題非常的雷同 那他都利用到一點就是水體積不變 而且這題比較簡單 就是說剛剛那一題那個整個圖翻來翻去比較複雜 那這題很簡單水體積不變的話問你高會變怎麼樣其實就是去看底面積嗎 因為 柱體體積就是底面積成高 那包括他裝了這個圓柱在中間外面放的水 是一個環狀的柱 就他中間是空的一個環狀的柱 他的面積也是底面積成高 那麼就是說本來是12的時候他的體積是多少 本來是12的時候 他的體積其實是 他說半徑比2比1嗎 那假如說我們把他半徑比是 R甲比 R1等於2比1 那麼面積呢 就會變成4比1嘛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把他設成4R 4A跟1A R用掉了 4A跟1A 所以原本的面積是4A 剪掉中間已被你占掉了 我剛說他是一個環嘛 剪1A 乘以12 原本的 原本的體積是這樣子 因為原本的底面積是4A的圓 那 和1A的圓 這個假面積 這是1面積 所以這個是底下的環 中間是空的環 然後乘上12 那現在新的體積 新的這個 水呢他變成是因為已抽掉了 對不對 那他的高會變怎麼樣 那其實這樣子看就很清楚啦 他本來3A的底面積 後來變4A 那所以 這個因為乘起來的體積是固定的 所以底面積和高層反比 他的底面積變成3分之4 高變成4分之3 所以H等於9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一題也是不錯的問題 他說有一個半圓 我把這個半圓折下來 結果讓這個圓弧上剛好碰到圓心 那問你灰色區域的面積 那他這題我覺得不錯的地方 這也是會考愛考的地方 我們在最後都是補充這一種就是 會考喜歡問的問題 那會考喜歡考什麼呢 我們之前一直在 總複習的時候 那有提到就是 那個 軸對稱圖形 這個對稱軸是兩個對稱點的中垂線 所以等於說我 不是他不是說這個圓弧有一點碰到歐嗎 那原本那一點的位置跟現在O的位置應該是被AC給平分了 對不對 那本來這條是什麼 本來這條是半徑啊 所以現在就是一半的半徑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看到 然後這個這一條OA仍然是半徑 結果這是二分之一啊 這是二分之一啊 這個仍然是R 所以那就不難發現 1比根號3比2 如果我們把這一點叫做M的話 那麼三角形AMO呢 其實這裡是 這是二分之一啊 其實這裡是60度啊 可以嗎 好這個角其實是60度 這樣 那然後知道這個是60度之後你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就可以算出來 那然後這個怎麼辦 這個是多少 那其實是這樣子的啦 因為他是折下來的嘛 他是折下來的 所以其實這一塊是不是就是這一塊 對不對 這一塊就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就是這一塊的話 又因為你看他整個造型 這個 這是我們剛才講這是半徑嘛 然後這是弦嘛 所以他也 他不但是 喔 不但是這一條被AC給評分了 AC也被這條半徑給評分嘛 因為學星聚會垂直評分弦也會評分弧 所以其實呢 所以其實呢 我們畫一個簡易的版本在這裡 所以其實呢 我剛講這一塊就是這一塊嘛 因為他是翻下來的嘛 那這一塊其實也是這一塊 也就是說你要求的圖形變成是在球 我們剛才一直沒有幫他去名字 取一個名字好了 取D好了 批點好批點 那所以其實你要求的面積變成是 所求 為 等於 扇形 AOP AOP 然後我們AOP的那個角又已經知道是60度了 所以他的面積就是這個 直徑是12半徑是6啦 半徑是6 那所以半徑是6的話 6平方36再乘以60度是六分之一嘛 所以是 就是 6拍 可以嗎 36拍的六分之一是6拍 這這題 好 那是 這是我們這堂課的作業 下一堂課應該就是我們 這一張 這個 統計機率及幾何圖形的最後一張 也就是我們 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國中三年 數學的最後一張 那我們就要跟上到這裡